嗨 我們現在要吃牛肉麵 我們來吃一間台北的牛肉麵 叫做林東方牛肉麵 林東方牛肉麵 是相反的 不過呢 不影響 我們來看一下菜單 台北層口耳相傳40年的老味道 我們剛剛點了一個這個半斤半粽 然後一個牛肉麵吧 我點的是這個 然後點了一個他們的招牌 人氣招牌小菜花乾 給你們看一下店面 這個是二樓 二樓的座位還蠻多的 然後我們選的是 然後我們選的是在角角 它裡面的那個裝潢是紅磚牆 我來拍張張 兩碗牛肉麵加一個花乾是430塊 旁邊有一個這個是什麼 味噌嗎 這是味噌嗎 我來吃吃看就知道 牛肉很厚耶 它是切一片一片的 然後麵是這一種 不是那種一片一片的手工麵 是這一種 有點像 麵就是麵 呵呵呵 沾一塊來吃 我先勾在這裡喔 吃吃看它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是味噌嗎 這個是那個 牛肉口味的辣油 好辣喔 這是加在湯裡面的那個 牛肉醬 應該算是牛肉湯醬吧 你不要加太多超辣的 這個超辣 超辣一點點就超辣 然後旁邊它這邊有一個這個 斬小菜的辣椒醬店員也說超辣 然後旁邊這邊一罐這個 它不是味噌 它也是那種辣椒 好辣喔 所以這個是牛油 辣 辣牛油 好辣喔 敢吃辣的人在家蠻辣的 我來吃一下牛肉麵 它原味的湯其實 完全不會辣 就是 麵條的Q度 Q度算夠 然後湯的話我來喝喝看 有點偏像清湯 我還沒有加那個牛油 所以它其實有很少 喝起來算是蠻順口的 然後給你們看我老公剛剛加了一堆辣的牛油 它的湯就會比較有辣味 老一點來看看 看它的湯 有沒有比較有 給你們看我的湯 還沒有加之前是長這樣 然後你看它的 看得出來差很多好不好 你看加了那辣牛油過後整碗就是 有點像四川辣椒那種辣的糖底 所以喜歡 喜歡辣的話可以用那個辣牛油試試看 還可以啦 但就是我覺得偏辣 因為我回去還要補爐 所以我決定我不加辣牛油 但是待會可以喝喝看老公的辣牛油湯 喝喝看 老公的辣牛油湯 比較香欸 我覺得有加的話 會比較夠味喔 可惜我不太能吃太多辣 加了我覺得比較夠味 加是清甜 加的是夠味 我要來吃肉 看看它的肉如何 先講一塊普通的牛肉 唉唷 其實一般的牛肉它就有點帶筋 暖暖暖嫩嫩 不錯 我去看一下它的牛筋 這個是它的牛筋 它是走像那種暖暖的路線 不是那種QQ的 是有把牛筋燉爛的那種 不是QQ的那種 但我還蠻喜歡的 還不錯不會咬斷的那種 有些牛筋沒有燉的很爛 我覺得有點 天下咬得太動 就是QQ的那是另外一種 它們家牛筋是比較軟軟的那種特徵 好吃嗎 沒有拍我了 好啦我們要來吃牛肉麵囉 掰掰 這是它的招牌小菜花乾 也就是油豆腐吧 是油豆腐嗎 對就是油豆腐 然後呢我剛剛吃了一下就是 滿鹹的 所以還是配著麵吃比較好 整體而言它的這個小菜有點重口味 你幫我拉一下 我想那麼大塊 我想要單讚看它跟我說 很辣的這個辣椒 沒吃過沒吃過就先吃辣椒 我剛剛吃一口有點鹹啊 吃吃看加辣椒看看 它的辣椒真的有點辣 沒事不要加太口 但這花乾還蠻好吃的 好啦我繼續吃我的麵 這個真的很辣 這個真的很辣 身為台北人的你覺得好吃嗎 如何 不要鬧啦 不要鬧啦 請珍酌量取用非常辣 哇賽 哎唷有聞到辣椒的味道好辣 原來這個辣椒是蘸牛肉池的 可是我的牛肉已經完食 所以這個辣椒我剛剛來不及蘸了 反正它很辣 我的湯你要喝嗎 那我喝一口 就是要喝醋 代表好吃 嗨我們吃飽了 零東方牛肉麵 掰掰 掰掰 我們要騎腳踏車回去找小寶了 掰